今天是台灣世大報 大概我沒看錯的話 世大報的頭版 終於不是川普了 是講這個COVID-19最新的疫苗的進程 我們看一下相關的新聞畫面 DNT這個疫苗 它有可能是最早被 所謂的緊急使用授權通過 有關像這個BNT 目前就是說看起來成功率非常高的 相信COVID-19也會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它的確我們在COVID-19上的確是有希望 買到這個BNT的這支的疫苗 至於說什麼時候會有購得 那目前最有希望是在第一劑之前 好回到現場在全球的COVID-19的疫情 還在這個蔓延當中 特別包括歐洲以及美國 這個疫情的情況似乎都還在處於失控的邊緣 那大家寄望的疫苗目前大概有最新的進程 BNT跟這個輝瑞藥廠所推出的疫苗 目前是全球公認 可能在效度以及上市的可行性上面 目前都是值得大家最新期待的一個疫苗 那在輝瑞稱新冠疫苗的試驗大概90%的接種者 都呈現有效的反應了 那新冠疫苗的保護力也高達90%了 以這兩個數據來看 應該是一個具有上市 這個基本潛力的一個疫苗了 那打完第一劑後大概28天後 還要繼續接種第二劑了 那第二劑接種後的7天就具有保護力了 那因為現場環面在現場 他的醫學跟工業專業 我們希望能夠救教他說 這樣子要分兩次打的疫苗 所以跟我們過去打疫苗的習慣有點不太一樣了 好這也是未來就算施打疫苗 也大家必須要重新去配合的某些特殊的規定 那全球科學家日夜研發新冠疫苗 10月9號晚間傳出好消息 美國輝瑞藥廠已經正式宣布說 他的新的疫苗有90%的有效性了 那當然這個消息一出 他的股價立刻也一飛衝天了 網路上流傳一則笑話說 當年輝瑞因為推出威爾綱救了好多臭男人了 說今年輝瑞推出疫苗救了所有的人 蠻有趣的一個順口溜了 好新疫苗推出 對特別需要疫苗的國家來講 真的是如即時雨一般 具有非常的這個顯著的一種 因你心理上的一個一個期待值的效果 那英國首相強森 昨天我特別在CNN看他的報導 他特別留下這句話說新疫苗 他說值得期待 but some way off 用中文翻譯說還有那麼一點點距離 意思說再稍等一下 那這個帥哥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也說 Be patient 要忍耐看到漱光了 但是後面有幾個重要的進程 還有待進一步一步一步的 把它跨越過去 稍微忍耐一下 那但是也有些相關 可能一點負面的新聞說 他說施打這個輝瑞藥廠疫苗之後 有人說身體會呈現 所謂嚴重宿罪的 一些side effect副作用 他說特別第二劑以後 可能會更加的劇烈 這個我們不以置評 那這個參觀醫學專業 來做更進一步的評估 我們看一下台灣相關的報導 蠻有趣的 輝瑞BNT疫苗 美國今年底開打 台灣能買得到嗎 這個真的很嚴重的問題 那昨天初步在討論圈裡面有說 台灣如果扣過COVAX的平台的話 可能全球排到第166名的購買順序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憂的是說 哇 要這麼久才買得到 那喜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社區感染實在是太少了 不是那個迫去需要接種的國家 所以沒關係 買到了 那這個專家有點悲觀的預估說 COVAX的平台 如果透過它到底能夠拿到 買到多少的疫苗 那台大兒童院院長黃立民 黃老師說 恐怕只能爭取兩三百劑 那最快要等到明年下半年 才能夠施打 那指揮中心副指揮官 莊人想說 能有機會在首季就能夠夠得 這可能背後有一些 特殊的商業談判要去進行 那目前國家邊內的疫苗預算 但是新台幣一百一十五億 不過前局管局的局長 蘇宜仁 蘇醫師 這份提出另外一個 相關的說法 先往到現場 來聽他的意見 他說這輝瑞BNT疫苗 一屆預估 台灣最快明年下半年施打 那蘇宜仁局長說 購買疫苗畫地自限 事實上這話題之前有討論過了 針對台灣東洋代理的疫苗 於日前破局 前疾管局長蘇宜仁表示 台灣摻雜太多政治因素 連購買疫苗也畫地自限 東洋提不出完整的授權證明 這不該是買不成的理由 台灣真有心要購買這個疫苗 大可由政府直接帶頭 與東洋一起跟德國藥廠談細節 在隱含一個怪怪的東西 為什麼政府不能帶頭 為什麼讓東洋去帶頭 政府帶頭會不會比較好 還是政府最好不要帶頭 讓民間廠商去處理 可是民間廠商目前來看 又拿不到原廠的所謂授權證書 什麼事情在這裏 聽到怪怪 這沒有很特殊的描述 但是我解讀上有點怪怪了 蘇宜仁說除了東洋代理指揮中心 規劃透過COVAX的購買平台 可以取得相關疫苗 但最後分配疫苗時 同樣會經過這個疫苗 這個BNT跟輝瑞 亞洲的代理商叫上海復興醫藥集團 抱歉 這又是中國大陸的公司 協助分配 仍需與最不喜歡的中國打交道 指揮官過去講過說 任何跟中國沾上邊的疫苗 我都賺不買 所以問題看起來稍微複雜 來 聽聽先文大哥的意見 是 這個德國這個疫苗 這個工廠到底有沒有在生產 這其實是關鍵 有生產嗎 聽說新聞部這麼大 高票在NASDAQ是蓋很多 他做成功為什麼不生產 就是他只是 我的理解是德國這個原廠 是一個研究單位 他不是生產單位 前段的R&D 全部都 所以生產還是在規格 但是他做研究 他有銷售的權利嗎 他沒有做量產的部分 那量產的部分 到底在哪裡量產 我想未來 政府還是要搞得非常清楚才行 OK 因為這個疫苗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生產 這是可以查證的 其實政府介入是方便的 我們在駐歐的辦事處 去瞭解一下 去查查說 那我們參觀一下工廠 我們要買量這麼大 那在哪裡 OK 那當然我們最後要知道說 它確實生產的產地在哪裡 是 那這個 它授權以後 這個大亞洲 中華這裡有一塊 那另外一塊就是 美國 是全世界其他 那我們是拿到哪一家的 那如果是拿到的是 那如果是拿到的是 那如果是拿到的是上海 那如果是拿到的是上海 是中國 就是復興醫藥集團的 對 這個就不是太妙 因為以中國生產疫苗的情況 其實大家是不太有信心的 所以這個是要非常小心 OK 先生大哥你的意見是說 BNT負責研發 輝瑞負責生產 但也部分做生產的授權 但是如果它一旦授權給大陸的 相關的機構的話 台灣應該基於它的疫苗的可信度 所以我是說 茶廠很重要 先去查出說真正在哪裡生產 那我們也去參觀 如果是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生產 那當然沒有問題 對不對 可以 就這麼簡單的邏輯 這個是一個科學問題 還是一樣用科學的方法去處理 是 那個昨天有個局部新聞突然說 如果就算台灣排隊要申購這個疫苗 可能全球排名第166名 這聽起來這樣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憂的是說 我們如果真正很需要 但是要排到160名 這要好好等 洗的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國來相對疫情平穩 不是一個迫切需要施打疫苗的國家 那聽聽先生大哥解釋這個 可能排名166名的意義 166名很前面了 很前面了 OK 不要擔心那麼多 事實上台灣是自己有能力生產疫苗 然後台灣應該是國光 國光它Face 1 那Face 2 3快了 很快了 但是我認為生產疫苗 沒有半年的時間來檢測 真的是不要放心 你的穩定度上面還是 所以我們還是要求說 國內自己要穩定資源 就是說自己要生產得很穩定 說不定未來 因為我所知道國光現在正在擴廠 是 擴廠也因為這樣子 從外國來的技師 都是運用五天的那一種 就是在國外有檢測PCR 然後來到台灣以後再PCR 然後只要五天 專業人士隔離法 專業泡泡 專業泡泡 對專業泡泡 保護泡 專業泡泡進來了以後 他們就是 也是戰戰兢兢 我看國光也是非常小心的在做 每一個層次 就是因為只要有一個到最後 證明說有COVID-19的話 整個建廠要停止 OK 所以這也是非常緊張 但是每一步都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政府除了說去進口購買之外 事實上我們自己的國產疫苗 也一定要 而且已經在加緊進診 這種最嚴格的標準在生產 這跟口罩一樣 是 連口罩都會要 一定要台灣製了 是 疫苗怎麼不需要台灣製 OK 那另外先生大哥 今天新聞報導說 這個打這個疫苗說 要分兩次施打 所以打了第一劑之後 隔28天再打第二劑 第二劑打了之後 7天之後 它的有效的保護就會產生 這跟我們過去打疫苗習慣 沒什麼一樣 你對台灣你打這個疫苗的 這個方式能不能 有有有 像小兒麻痺疫苗就是這樣 分兩次 分幾次打 美國還分四次 四次 它就是 這個是跟 疫苗本身的 我們的英文叫做 Antigenicity 叫做它抗原性有關 那有時候做出來疫苗的抗原性 沒有那麼強 有一些疫苗做出來抗原性很強 就打一劑就 14天以後就OK了 但是有一些病毒 為了我們要預防說 不要打了病毒以後 反而得到這個病 所以我們就把它弱化 那個英文叫做 Atenuation 讓它弱化 讓它弱化 弱化到一定程度 有時候它的抗原性受到一點損傷 那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追加第二劑 OK 甚至要追加第三劑 這是一個維持最佳抵抗能力 必要的一個設計 就對了 不是有人覺得 這可能沒效 還要做第二劑 它是統計學上 有人這樣問我 會說就好 這個是統計學上 統計學上 真的還是有人比較厲害的 這有個別差異 就是打進去以後 它第一劑就有效 你把它檢測出來 它已經很有效 它不需要打第二劑 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這樣 OK 很多人不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 在統計學上 如果要說 打的人全部都到達我們 設定的標準的話 那你要打兩劑 在大部分的人 就全部到標準 所以這個都有一些科學的 因為我們打完疫苗以後 不會再叫你去測 你有沒有抗體 不會嘛 因為測抗體又很貴 所以只好用統計學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統計學上發現 這打兩劑以後 幾乎99.9%的人都可以達到 但是打一劑可能只有80% 或是70% 那這樣就 你不能說每一個人打完以後 還要去測個體 有沒有抗體 是 所以只要用統計的方法說 那這打兩劑以後就可以達到 OK 好 所以爸爸正式跟楊潘兒同學講 你要忍住眼淚 打兩劑 打這個 OK 要堅強 像一個小男生一樣 所以如果這樣看他 打這麼多人 這打兩劑 要不要再給大家 打兩劑 那我會不會努力 打兩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